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采访一下 林女士 重返职场 是什么样的感觉 感触就是 开心 但是压力也很大 因为我这个年纪嘛 我的体力啊 精力啊 都没有办法 跟那些年轻的同事们去 所以我就得 非常非常努力才可以 但是这个问题啊 我在重返职场之前 就已经做了心理准确了 所以我现在非常满足 就算是 为了我自己的梦想 为了小苹果 我也不会认输的 几个月前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围着幼儿园 围着厨房打转的家庭主妇 现在 你是一个 可以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 即便离婚 也有十足的底气 可以从容面对 哪像我啊 像一只无头丧鱼 事业 爱情 一点着落都没有 你不是说 你们公司有一个 新来的同事在追你吗 他们都一样 时间一久 他们发现我那一堆破事 还有那些原生家庭 还有我试快的样子 你信不信 他们头也不回 肯定跑得远远的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上车 带你去的地 去哪儿 原来从高处腐蚀江州 是这样的感觉啊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 我来江州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上来过这个地方 这一开始吧 是有点心疼钱 再到后来呢 就有点 莫名其妙地反感 这种游客行为 就好像只有跟外地人 混合一样 划清了界限之后 我才能真真地融入这个大城市 你今天带我来这儿 干什么 之前你问我 能不能承受你的家庭 我犹豫了 我犹豫不是因为我嫌弃你 恰恰相反 是因为我想到我自己 我的出生其实跟你挺像 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立志 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出人头地 我来大城市生活 后来我也做到了 可我到了江州之后 我才发现 好像我之前引以为傲的 那点学历在这个地方就 就什么都算不上 江西 我们是一类人 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你的野心 也没有人比我更理解 你一路过来吃了多少苦 你的过去我全敢接受的 你的将来我也想参与其中 这些年 我也陆陆续续地攒下了二十万 再攒个一年两年呢 商主房的首付肯定是够了 江西 你愿意跟我一起 在这个城市榨根 抛弃过去的一切吗 我懂了 我懂了 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纠缠你 我走了 我走了 等等 明博 我们试试吧 wanting those 类似的 箱子 easel 你们人事怎么那么闲啊 上班时间到数 像不什么 让你管啊 双 看到新的任命通知没 任命通知没有啊 怎么了 公司要调你去做 이미 live 项目外项目组的组长 别动我了 快看看呀 真假呢 走 走 走 你说 过去啊 姐 走 走 欧队一是跟方舟合作的项目 对啊 我跟你讲 这个组长的位置 多少人能挤破头感 我真问你 高兴啊 怎么样 这会有时间吗 我带你去看看新的办公室 我要去办公室 我还去办公室 我跟你讲啊 以后思思他们几个 就是你的兵了 这么说 别这么说 恭喜啊 谢谢啊 恭喜 快看快看 爱宝的奖金发了 我可听说 这次是顾总特意打了招呼 所以才简化了 你们爱宝奖金的发放流程 为什么我给你看 你不连立方的 改变员 让我去办公室 仙规判 又是我升职又是加薪的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帮我 但是我还是想谢谢你 谢谢你啊 顾许 简化讲究流程 是为了造扣全公司的同事 让你负责OP1 是为了最大程度 发挥你的技术优势 为公司创造价值 如果你认为 这是对你特别光照的话 那只能说明 你对自己的能力不够自信 好的 我自作多情 这个周末是技科学院 成立二十五周年校庆 我已经替你答应吴教授 记得准时出席 为什么呀 顾总为什么替我答应呢 看来你还是不够自信呀 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 都没脸回不孝 好 适配自己 去就去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浩泰国际 少年冰球队的正式成员了 希望大家在两个月之后的 全国少年联赛上 能有更好的发挥 好 好了 好 拜拜 拜拜 哥哥 你看 这回哥哥放心了吧 走 吃披萨庆祝一下 外婆说了 妈妈赚钱不容易 我们得省着点花 小朋友 不许考虑这种问题啊 妈妈现在能赚钱了 而且你妈可厉害了 以后果果啊 想吃披萨吃披萨 想学皮球就行 妈妈太厉害了 比花又漂亮还厉害 走 吃披萨去 吃披萨去吧 走 妈妈 妈妈 我的生日快到了 是啊 那果果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小猫猫蛋糕 没问题啊 还有 你和爸爸一起 给我过生日 你的 学校起来的 学校有什么大事啊 学校有什么大事啊 学校能有什么大事啊 洗完了衣服你别忘孕啊 夏周一果果生日 他希望我们俩陪他一起过 夏周一公司有事我不行啊 你平时关系他少就算了 生日一年就这么一次 你个当爸爸的 你抽一天时间来陪陪他 没问题吧 公司的事推不掉啊 你跟果果说一声 说爸爸回头 给他把礼物补上 好不好 怎么不接啊 大晚上扫我电话 别忘了啊 衣服孕啊 跟果果说 一架你说试了啊 六百多万 想要悄无声息地转移出去 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会在某些地方 留下主死马迹 您好 有人吗 请问有人吗 您好 您好 您找谁啊 我找一下吴经理 我找一下吴经理 吴经理 我到了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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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对不起啊 经理 下次不会 他有下次吗 赶紧跟小汉东好 您是 我姓林 我听说你们这是做海外房产投资的 是 我想咨询一下 来 咱们理他来 吴经理啊 你们主要是做哪些国家的房产中介 日本 美国 澳洲 东南亚 这些地方 都有我们公司的办事处 只要客户提要求 我们都会想办法搞定 是这样啊 那你们最近做的比较多的是哪个国家 我们最近 丁小姐 我也想问一下 你怎么来我们这里的 我是因为总从你们楼下经过 然后最近呢 也刚好有这方面的需求 所以就上来找你们 从我们楼下经过 我们外面没挂牌子 你有透视眼 通过墙体 能看到我们里面在干吗 丁小姐 你不说我也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公司的生意啊 多数都是熟人介绍的 其中很多人就是靠投资海外房产 来把国内的资产转移出去 来把国内的资产转移出去 当然你也知道 这些资产 不一定都是光明正大的 不过你放心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奉行的就是 顾客至上的原则 保护您的隐私 哪怕多一个字 我们都不会透露给别人 在 还是还是 谢谢表姐每次都过来接我 别客气 表姐 你不先回去上去等我吗 好 您 您好 我刚刚在楼上的时候 我知道 雷女士 您舍失信找获是吧 我也是有女儿的人 我特别知道 一边带孩子 一边工作有多么辛苦 可是再辛苦 也好过跟孩子分开 我的事情 你肯定已经知道了 我的事情 我老公出轨 转移婚内财产 离婚之后 我过得苦一点没关系 但是我不能让孩子 跟我一起吃苦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你只需要告诉我 他把房产买在哪里就可以 你可不可以 林女士 我也有女儿要养 我不能冒着任何失去 这份工作的风险 真的对不起 明天愿庆 你说我穿哪件比较合适啊 你穿哪件都很帅 真会说话 那林双去吗 她去干什么呀 这次愿庆请的都是一些 有头有脸的杰出校友 她才出来工作多长时间呀 没资格 真的 骗你干什么 那你去会议结束 这立刻回家 不许跟那些女同学 勾勾搭搭 那那些女同学们的想法 我可就管不了了 花言巧语 好 答应你 早点回来 嗯 你进去了吗 听说我们事实不许呀 不许 对 爱斯克斯英国 对 叫他 他又来了 不不不 我早了 这听说他了 是啊 他特别有名哪 对对对 是的 行 您坐吧 来 刘老师 您给介绍一下 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韦宁 他现在是方舟的新任副总裁 魏总是吧 经验经验 幸亏 我记得魏总的夫人 也是我们学院的吧 怎么今天没来 我太太有点设恐 怎么劝都不来 下次 我一定把她叫 行 行 幸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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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热闹 吴教授您来了 吴教授您好 吴教授 好久不见 吴教授 幸亏 幸亏 来的也不说一声 去门口迎接你们 我们又不是没手没脚的 干吗要你出去迎接的 是是是 吴总可是我们极客学院 当之无愧的毕业生代表啊 这在国外创业成功 又成了磐石的首席 我听说顾总在学校的时候啊 就非常有兴 嗯 一直是系里的精神 嗯 这消息不太准确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当年在学校 一直压我一头的年纪第一 林霜同学 其实啊 当时我最看好的学生 不是顾学 是林霜 只可惜还没毕业 就被那个隔壁班 那个吊车位的男生 给拐走了 林霜啊 后来你甩了他没有啊 您等一下啊 卫明 老黄 老师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我老公卫明 您刚才说的那个 吊车位 是你呀 你好 吴教授 我记得当时啊 你灌了好几门专业课 差点学位证都拿不到 怎么样 现在改行了没有啊 没有 幸亏遇到了我太太 原来比顾总还优秀的 年纪第一 就是魏总口中的家庭主妇啊 魏总啊 这就是你不对了 这么厉害的夫人还藏着掖着 介绍一下呀 不好意思 老师 我接个电话 吃杯一下 顾总您好 我们之前就是有见过别的项目的时候 不记得我了是不是 喂 喂 老公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流程太多 今天要晚一点 魏总 我就给我们上班课了 卫明 老公 快点吧 来上班等你呢 谁在说话来啊 我一会儿跟你说啊 这信号不太好 刚刚是谁 喂 喂 我先去那儿洗手间 刚才叫你的是谁 是不是林霜 说话啊 蛤 别复杂了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刚才那个叫你老公的人是谁啊 走 先聊啊 魏总 这是嫂子吧 雪月的第一才女 你俩太般配了 我有点急事回头说 走 蔡明 上哪儿去了 找你半天 不好意思 你们聊 你们聊 李莱胜 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方舟的新元兵 王嘉宜 你好 王嘉宜 新来的秘书是吧 对 我是来找蔚明的 我们 公司有点急事 嘉宜来通知我 我得先走 走吧 再着急也得分场合啊 今天什么日子 还有啊 嘉宜 蔚明毕竟是你的上司 你这么直呼他的大名 不合适吧 没关系 我们部门不讲究这些 知道的事你不讲究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俩有什么呢 一个大男人不要脸无所谓 人家可是小姑娘呢 还是黄董的女儿 对吧 人家不能不要脸 嘉宜 你先回公司 我这边结束了就回去 听话 来 怎么了 别碰我 别逞能了 我送你去医院 蔚明 你这是要走啊 老师同学都在呢 马上开始了 不合适吧 林医生 你跟同学们说一声 我送同事去医院 走 坐 坐 坐 慢点 什么情况啊 来 你跟我来 谢谢 现在冷静了吧 没事儿 你知道 在婚姻关系中 最荒谬的是什么 就是做错事情的 明明是出轨的那一方 但是被出轨的那一方 却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 被迫接受他人的同情 我不会说什么 别人的话不重要之类的话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所认识的女双 不需要将自己和任何男人绑定 也不需要凌霜之外的任何身份 因为她已经足够耀眼 如果不喜欢被同情的话 那么就请振作起来 让大家见识见识 身为强者的凌霜 是什么样子 忍着点啊 医生说了 冰服一晚上就好了 别生气了 我今天可是当着 所有人的面把你带走的 那等于狠狠扇了林霜的脸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你在我心目中是最重要的 我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了 你还不相信我啊 我要你现在就打电话给林霜 跟她说离婚 来来来来 婚是肯定要离的 但现在不是时候 你少拿这套敷衍我 非明 我为了你 有家不能回 争了全公司的笑柄 现在连林霜都能当面给我难堪 你呢 你就这么对我 我知道你为我牺牲了很多 你不一直要买戒指吗 明天我们就去买 等你戴上婚戒 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放心了吧 真的呀 真的呀 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呀 只要你开心 让我怎么做都行 我是不是很任性啊 你会不会讨厌我 怎么会讨厌你呢 我就要这么宠着你 让你一辈子都能这么任性 连心我了吧 妈妈跟你保证 一下班马上回家陪你过生日 好吗 那爸爸呢 爸爸工作忙 今天不能陪哥哥了 我妈妈工作也好忙啊 妈妈就能陪我过生日 我要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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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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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说是吧 安心工作啊 没关系 我过你就交给我啊 挂了挂了 我爸爸 林霜 来来来 大家注意一下 这位呢 就是你们的新任组长林霜 好 今后这段时间 他将带领大家 进行智能权益算法这边的优化 通过权益生成 敏感度预估 还有在线学习等技术 实现个性化权益决策 持续提升下单转化效率 大家好 我是林霜 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对 这是我们品牌新推出的 现代款对接 全江州啊 只有我们店拿到的一对 最适合 像您二位这样有品味 有格调的新人了 嗯 谢谢啊 我试一下 那我接个电话啊 喂 喂 魏总啊 您的资金已经到位了 是吗 上次看到的那个房子 也谈吐了 接下来 这个是什么颜色 什么进度呀 这是D色的VVS 还有一圈的 天字确认进度 咱们整个流程啊 也就算是完 好好好 辛苦你们了 老公 嗯 老公 那行 那就这样再见啊 怎么样 你看 肥肖好 很适合你 先生真是好眼光啊 这圈尺寸啊 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戒指内侧呢 我们还可以免费刻字 还能刻字呢 对 先生 要不我帮您免费试一下 能可以刻在这个圈吗 是吗 我就不用了 好 要不要再看看其他的 不用看了 买单 谢谢啊 来 果果 快 喝点水 瞧她这给累了 她个汗呐 你骑个马 你用那么大力干什么 外婆吗 外婆呀 外婆下楼给咱们站位去了 你不是想吃好吃的吗 来 再喝点 我的弟弟好吃来了 哎 哎 果果 不是你穿鞋 外婆 你等我一会儿 穿上鞋 穿上鞋 昨天那个电影特别好看 什么电影啊 什么电影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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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个男主演呢 看什么呢 她现在火锅在笑我 听错了吧 那个男主演啊 我觉得没有理事 爸爸 果果 果果 哎呀 这 这怎么了这是 爸爸 啊 摔 摔哪儿了 快快快快快 孩子特特下巴 伤在嘴里 我真的给他处理伤口 一会儿呢 我还给他开点药 伤在嘴里 这件吃饭 会比较麻烦 啊 那不会留疤吧 不会不会 伤在里头那儿 那就好 那就好 谢谢医生 那 那辛苦点了 辛苦点了 你怎么带孩子的 果果怎么摔倒的 这里是医院 请保持安静啊 明明 明明 快点 快点 明明啊 这事你不能跟他受伤 是我的原因 是我没看住过 爸 一下摔倒了 你不用提这说话了 这不止一次了 一天到晚想着去工作 孩子一会儿受伤 一会儿又失踪的 那可 好好说啊 好好说啊 好好说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你那点职业理想重要 还是果果重要 别说你太自私了 我追求事业就是自私 你追求事业就不是自私 那能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 是你答应我的 结了婚以后 照顾这个家 照顾孩子 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可以不结婚 我们可以不要孩子 你失业心这么重的话 我给你自由好不好 给你时间 我们离婚吧 我 终于说出来了 卫明 卫明 孩子现在正在检查 你现在提离婚 你还是人吗你 我也是为了果果 为了果果 不是 太过分了你 别急了 你什么时候为了果果 慢慢说 慢慢说 咱们先看果果 看果果 慢慢说 别说 我不可能再让我女儿 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妈 待在一起了 你可口声声说 是为了果果 那我问你 从开始到现在 你问过果果怎么样吗 你关心她伤得重不重 疼不疼吗 说我不负责任 孩子出事的时候 你又在哪儿 你别混淆视听了 现在做错事情的人 不是我 是你 听说 听说 剩下的东西我过两天 派上来打包 就先放那儿啊 这份离婚协议书 你抽空看一下 然后签个字 挑一天我们俩都有时间 去民政局 咱俩把手续办了 我先放这儿啊 现在离婚协议 都流行随身携带了 看不出来呀 魏明 你还有点 未卜先知的能力啊 你也不用阴阳怪气的 这婚我早就想离了 这些年你待在家里 也不接触社会 我们两个早就 没有共同意愿了 都是为了孩子 才忍到现在 你现在连个合格的妈妈 都做不了 我们的婚姻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一会儿怪我不接触社会 一会儿又怪我出去工作 你不觉得你说的话 很可笑吗 当初我放弃事业 回归家庭 你在外面赚钱养家 这是咱俩共同的决定 人是会变的 没有谁可以为别人的人生负责 当初是你自己选择做全职太太 我没有逼你 是 你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我为这个家也付出不少啊 你不用道德绑架 咱们两个谁也不欠谁呢 这婚我离定了 离婚可以 千谈谈条件吧 我的要求很简单 房产 存款 对半分 小苹果抚养权归我 不可能 自从小苹果出生以来 你吃我的 用我的 你替这个家赚过一分钱吗 你凭什么分财产啊 小苹果它姓魏 抚养权当然归我了 还有 你现在挣那点钱 够维持它现在的生活水准吗 那既然谈不拢的就不离了 大家耗着吧 我实话告诉你 我请了最好的律师 我们两个人的婚内财产 我已经申请冻结了 耗下去 没有意义 钱 孩子 你一样都带不走 有意义 我 我 你躲那儿跑 我 我 你躲哪里跑 我躲哪里跑 我躲 无力在 在 我ACH 我 你躲哪儿跑 我躲 你躲在 有啊 不多了 妈妈今天有点不舒服 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 做晚饭好不好 天来月 夜 夜 夜 当然可以了 好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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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个陌生的夜里 有多煎熬 沿着冰冷的钢色 在梦中潜塌 我该如何是好 一个人碰到有尺脚 跌跌撞撞的路上在奔跑 那个藏在我生命里的心跳 我和明波在一起了 你说得对 我是时候勇敢向前迈一步了 恭喜 江熙 来 林总 我们要不要打车去啊 拜拜 这个点是晚高峰 堵车嘛 咱们骑摩托车方便 那这样 我去换一双舒服的鞋 你等我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一上一家多麻烦 你今天这双大高跟鞋 挺好看的 我来给你戴上 我自己来吧 走吧 走吧 不是吧 这 这两个真好上了 你们说 这算不算找个老实人接谈啊 要我看是明波捡了个大便宜 瞧吧 他们俩好不了多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是不用排位 怎么样 主要是咱们今天是第一次约会啊 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知道你之前的约会 那肯定都是吃好的喝好的 所以我也想尽我的能力 给你最好了嘛 坚持一下 再等一等 马上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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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